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看那些 要点在哪里 要点在瓦斯会浓厚的地方嘛 才有办法让它全面燃烧嘛 所以你点的股票 抹的股票 扭的股票 要扭对嘛 你看今天去拉台 昨天去拉国锯 昨天尾盘去拉台国锯 大盘尾盘急拉了四十几点 扭了五十点 今天又去拉国锯 国锯一扭 大盘就起来了 有没有 这个比拉台积电还有用啊 这扭台积电更有漏音啊 你看今天台积电没有动作 这波上来是 扭这就对了嘛 但扭下去 再吹下去 盘就起来了嘛 我在这个市场那么久了 我在看没准 我在看很准的啦 那扭盘取经 我就说你们听 会有很大的效果啦 今天另外六四八八环球经 也是啊 吹这支也对啦 吹下去就起来了啦 大盘就起来了啦 只是矽晶圆这个族群比较小 所以它能够形成的共鸣也比较少 那被动元件族群比较大 它能够得到效果会更大的 所以从被动元件 其实效果是更坏 那环球经间也不错 环球经间大涨 一度涨到7% 这个对于昨天的跌停板 有很大的一个缓和效果 环球经也是我的口袋名单 记钩票不用急 不用急 大盘还会震荡 下来之后再说 国具 这些股票 你看我们从475买 520卖掉 下来再接 虽然被打下 我跟大家讲过 我不怕他 因为这已经很低了 从1300下来的 我又不是买在上面 对不对 我是买的借了 我不怕他啦 这个打下底就上去了 黄金交差也出现了 国具很重要的一次股票 昨天的大量 简直以来的最大量 只是当冲多了点 70几%当冲 所以底部还要反复的打底 不用去堆管啦 不用去最高 那今天果然 经济日报头版头条就讲了 政府基金 国安基金 户盘基金 总动员 要开始来户盘了 本来就该户了 因为已经是到那种非理性的 甚至于系统性的风险 感冒了 国安感冒糖浆要喝嘛 对 要喝下去嘛 所以今天整个大盘也有 喝足的效果慢慢温来跌 欧美股市的部分 昨天欧洲跌的比较多一些 美国昨天 诶 还是很强喔 先跌200多一点 可是一路涨上来又翻红 所以美国高期真的是很强喔 美国股市真的是很强 那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 大陆股市今天也稳下来了 昨天跌了3%多 让很多人傻眼 因为国庆 大陆他们国庆的长假过完之后 马上宣布一个 降纯卷率1% 这个大动作啊 一般来说都是硬码硬码 或者半码半码的条 他一次1%就下去 这个大手笔就下去 可是昨天看来是大跌啊 很多人都百事不解 为什么大动作 大利多 竟然股市还是大跌 利多失效吗 其实不是这样看的啦 你要知道 存准率的条降 他是央行把资金释出来 回到银行体系 那银行体系 从央行拨回来的钱 他就有更多的资金可以 外放给企业嘛 对不对 让企业去做扩大投资的动作嘛 他又不是直接把钱丢到市场去 没的啦 那个钱不会直接到市场 只是很多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可能他知道这是利多 会刺激他投入股市而已嘛 可是不是钱直接进市场的 所以他的一个效应是慢慢扩大的 不是立竿见影 不是立即看到的 所以很多人昨天看到1% 结果股市还跌想都没 没有什么想不通的 那是慢慢发酵慢慢扩大的 那是一个基本面的一个常力多 所以今天大陆股市也止跌 这也是好现象 对台北股市也是好的 亚洲股市的部分 今天稳了下来之后 今天欧洲开盘之后 欧洲也是小涨 欧洲也是小涨 那台北股市 信心还不够嘛 所以不可能那么快就上去 而且有跟大家讲过 十一天的循环 十一天的循环 今天是第几天 十一天的循环 今天是第1 2 3 4 5 6 7 8 今天是第八天嘛 今天得八天嘛 所以今天第八天 往后还有三个交易日嘛 要不要还有三天在的嘛 所以你不用急 你不用急 这里反复打底之后 三天过完之后 三天够完之后 痞急太来 一切都会有好的一个结果 那昨天融资又继续减少了17亿 上礼拜五融资大减了 上礼拜五融资大减了58亿 你知道融资这一波下来 从七月到现在 对七个到现在 融资大减了535亿 从七月到现在 融资大减了535亿 这是好事啊 最后很凶 因为把没有信心的赶下车之后 把筹码洗干净之后 有利于后面行情的回升 这是好的 可是你还不会丢掉的 最后三天首先 你要先建立信心 有信心 有信心 机会来 你才敢动作 没有信心 你就看着车开走 你又看车塞灶 还站在原地等 没效 所以你要先把信心建立起来 首先标的要确认住 价格来 勇于进场 那就对了 所以钩票会账 要会出 出后 你会账 你看之前在这里的时候 我中秋节过完之后 一路卖股票 很多人还认住 不是要供了吗 怎么 股票卖光光 炭情买了卖光光 你看我当时卖的股票 对 2327国具 我国具 我卖520的 你看跌到这里 拌到370几块 现在要买 但这是好事啊 这后面还有的哦 这个要多开四年啊 6488环球经 你看我卖350的 2月买100块 今天存245 存100块 这个接下来是我的口袋名单 上银 你看我买248的 卖265 我没有卖到最高哦 最高涨到快280 我卖265的 打下来发现不对 拉高赶快走 是不是掉下来了 现在环球经跟被动元件 已经没人敢说了 你看从1300 对1300 拌到300几块 1000块钱不见了 1000块钱不见了 紧张对上面 一直讲一直讲 一直爆 一直爆 爆现在爆不下去了 脚软手软了 我们上面是空下来的 虽然说我没有空 被动元件 可是我们空一系列的股票 你们都知道 我空一系列的股票 空下 全部20% 30% 松钢还66% 所以该做多该做空 你要对 不是任性 硬要跟他赌 你赌不赢他的 那这里就是很低了 所以到家来已经很大 不敢说国具 正好大家不敢讲我来讲 我来讲 家里要做国具 你带我去做 6488环球经也是 很多人600多 一直讲一直讲 想到剩下200多 说不下去了 我只是没有空他而已 业绩好的股票也不空 可是你从600多 500 400 300 说到现在 你怎么说不下去 我310买 315卖掉 我现在还没接回来 我还在等时间 我还在单时间 等下礼拜时间到的时候 这句话又缺下去 2049上映也是一样 经常500多元一直讲 说到存200元 说不下去了 一定的嘛 你无法自圆其说了嘛 是不是 我们是从这里才开始进的 买进卖出 现在准备在低阶 2408南亚科 59买61卖 9买科都回来 这后面也是很重要的一支股票 6180橘子 不是啊 67买 70卖掉 来 准备的民国Q啊 2816 对旺宝 19.5买的 21.5卖掉 21.5卖掉 买 你看几档赶底的股票 对 这是干底 对 在赶底的 在赶底的 之前也是很多人在讲啊 300 200 一直说到现在一百 说没落起来 有人敢说嘛 还在跌 你看 这个不能碰哦 这个第三季的业绩 是逗退撸的 忘记订单没进来的 今年业绩会出问题哦 包含2455也是 对 忘记业绩逗退撸跌 好 忘记的业绩是逗退撸跌 代表今年订单是没进来的 那会出事 会出问题哦 所以现在一直在破底 这个都是有原因的啊 所以基本面还是很重要 这两天很多股票在加速赶底 6456 GIS 又跌停了 嗯 你看我之前做的时候 我夹买 225金没掉 我刚刚要走啊 这里很多人 200块钱一直在推荐 哦 因为报纸上说 三星指纹辨识的系统 GIS明年 订单很多 好几倍 哇 把很多人 引诱的 兴致勃勃 但是200块钱一直买一直买 买到买就放下去 剩100而已 这有问题哦 这有问题在哦 整个业绩今年是大衰退的哦 苹果订单今年是业绩大衰退的哦 所以这个也是在赶底 赶底 并不代表你就能够买 既然业绩出问题都不会摸的 这都不能碰 3673TPK也行啊 你看今天 很多股票在补跌啊 很多股票在补跌啊 对 对 往家 这大家印象更清楚啊 我就跟大家讲过啊 对 赔钱赔钱 这个样子 半年赔掉六块多 勾给百杀百钱 帮下去好不好 那些补跌啊 我今天一开盘之后 叫会员 要放股去扛新巨科 一开盘之后跟会员讲 要放股去扛新巨科 去扛新巨科 因为新巨科也开始补跌了 头都走出来啊 头部做出来了 你看赔那么多年 赔的那么夸张 上半年也是赔钱 头部做出来了 开始补跌了 开始补跌了 所以今天我一开盘就跟会员讲 要放股去扛新巨科 帮下去 现在很多 有一些 没有很多 有一些补跌的股票 有一些补跌的股票 昂宝也在补跌 你看昂宝也在补跌 对 阳明光也在补跌 还有大江 大江也在补跌 所以你不要乱卖啊 不要看大盘在那夸春山 最后三天你就买卖 这里要买要买什么 是有学问的哦 你要买后一波 成为主流的 下一波成为主流的 最后三天你要买 你要买什么 你要买下一波成为主流的 成为主流 谈何容易啊 你一定要有一定的方法 才有办法找得到 这个礼拜六 我特别为大家安排了两场讲座 这礼拜六我特别为大家安排了两场讲座 修正结束 叠好礼拜 修正结束之后 大盘要反攻了 法人的作帐股 法人的作帐股 早上桃园 下午台北 早上桃园下午台北 什么叫法人的作帐股 法人作帐股 他为什么要买一支 而不买另外一支 一定有条件有原因的哦 我来跟大家谈这个 法人的作帐股 什么样条件的股票 法人才会作帐 第一个一定要业绩大好嘛 对不对 股价大跌了50% 高下跌50%以上 可是业绩没有受影响 还持续更好 可是这个条件 都还不足以让法人一定要买 法人一定要买一定要怎么样 法人本身也是高持股 法人持有他的股票很多 看到业绩很好 法人也舍不得卖 结果被一路砍下跌了50% 法人自己也吃了闷亏 在大跌过程中 法人完全都没有卖 被一路套下来了 那接下来大盘 开始反转之后 外资一定会优先把它拉高做账 为什么要做账 因为他自己本身持股就很高了嘛 一路被套下来的嘛 你要找这种组合 我找一支股票给你看 我举一支股票为例哦 我一支股票说就听了 国聚 国聚这次从1300跌到剩下370 380 你知道外资持有国聚 三大法人 三大法人持有国聚 59.54% 外资持有国聚就高达 54.74% 所以自营商跟投信 大概持股只有5%而已 只有5%而已 那公司派持股也蛮高的 公司派董监事加大股东 有52.37% 但这里面跟法人有一点点重叠 可是至少有8成以上 甚至于到9成的股票 都在大股东 董监事跟法人手里面 那重点是 从1300跌到400块 你知道外资财卖多少你知道吗 半一千块 外资财卖9000张而已 你去数一下筹码 这个时候除了几百名以外 就是数筹码的时候 股票在谁手中 股票在散物手中不改 股票在特定人手里面有机会起来 对不对 股票在外资手中 他就会作账 年底作账 国具从1300跌到剩400块 外资才卖9000张 外资总共持有国具的张数 有高达23万3000张 23万张他才卖9000张而已 所以可见外资也是看到 国具业绩很好 他预估国具今年 就一股赚120几块 所以不敢买 没想到竟然让他从1300 滚到400块钱里来 所以外资在国具也是吃了闷亏 那怎么办呢 当大盘止跌之后 想办法再把他推回去嘛 这样他的账面上 才会有好的成绩嘛 不然1300跌到剩400 那外资的账上能看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法人的作账股 你要找类似这种 你要去找类似这样子的 我刚刚所讲到的 业绩持续大好 股价跌超过50% 而且外资高持股 而且是没有卖的被套下来的 所以接下来大盘反转之后 外资只有硬的把他拉上去 又先把他拉回去 从什么做账 做账 就是法人做账股 我这个礼拜六就要跟大家谈这一个 下礼拜修正结束之后 大盘反攻法人的作账股 这才是真主流 这才是真主流 我们有些资金不要打散掉 有些资金不要乱买 有些资金更不可以买错 尤其之前你赔钱的 你要把所有的钱给赚回来 你一定要选对标的 礼拜六早上桃园下午台北 今天他也接收约报名 我们报名转线 02-2392-3988 02-2392-3988 打架进来 祝您操作成立